所有宫斗剧的大女主在武则天面前都是渣渣 因为没有人像武则天一样 为了坐上皇后的位置亲手杀死自己的女儿 有人说武则天比刘宝兰老婆女智 比慈禧太后都狠 但武则天的狠不是天生的 都是被人逼出来的 她的主要宫斗对手 王皇后和萧淑妃 也是处心积虑的要告诉五妹聊 双方将能用到的手段都用到的极致 但宫斗嘛 两个字 一横一竖 对的站着 错的倒下 今天我们聊一聊武则天称敌之前 最惊心动魄的一场决战 废王力武事件 武则天小时候看向当时袁天刚给了看向 说他农金奉紧 日后一定是天下之主 袁天刚的预言 虽然有事后编排的身份 但武则天走向权力巅峰的每一步 都充满凶险 武则天14岁被唐太宗召进宫 封为财人 在宫里待了12年 从小姑娘长成26岁的女人 一直都是财人 如果没有意外 他这辈子可能就跟大多数后宫的女人一样 默默无闻下去 但是他碰到了李治 武则天什么时候跟李治好上了 不清楚 说法有很多 反正在李治还是太子的时候 两人就私下好上了 唐太宗嫁崩以后 李治登基就是唐高宗 武则天根据后宫惯例 去感业寺出家 他当了一年尼姑 就开始计划回宫了 他先是写诗表达对皇上的诗恋 然后趁李治到感业寺上乡 两人偷偷相会 但因为武则天伺候过唐太宗 李治一直下不了决心接他回宫 没多久 李治在感业寺个女尼姑的时候 传当了王皇后 这王皇后不受宠 又没孩子 就打算把武则天弄进宫了 在正式向李治提议之前 王皇后还向宫女们 打听武才人的为人 听身边人对武则天评价还不错 王皇后以为自己弄进来的是 只温顺的小羊羔 哪知道竟然是一只母狼 王皇后以狼怒出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想利用武才人来对付萧淑菲 当时萧淑菲非常受宠 生了一个儿子 两个女儿 儿子还被封为雍王 这对王皇后来说是个威胁 迎会二年 28岁的武则天又被招进宫里 在后宫这个大展高里 泡了十几年的她 心里清楚 要想活下去 除了讨好皇帝 皇后 那种身边的宫女太监之外 还得建立自己的情报网 收集对手们的消息 她小心翼翼地伺候皇后 让皇后放松警惕 并努力跟宫女们套近乎 将得到的赏赐全部送人 就这样 武则天将王皇后和萧淑菲 身边的宫女 慢慢变成了自己的眼线 因为武则天跟姐妹们 关系出得好 王皇后对她又很满意 好几次在皇帝面前夸她 于是不到一年 武则天就生成了招仪 第二年 武则天再进一步 生下了儿子李红 皇帝更宠爱她了 王皇后和萧淑菲被冷乱 这才开始感觉到危险 一场宫斗大战即将开始 王皇后和萧淑菲 虽然几次三分 在李日面前说武则天的坏话 但根本不起作用 迎会五年 武则天借着女儿的事 主动向王皇后出手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武则天刚生下小公主没多久 王皇后过来看望 等她走了之后 武则天偷偷将孩子捂死 然后李治来了 武则天假装高兴地打开被子 发现女儿死了 对时悲伤欲绝 宫里的人都说是 王皇后杀了小公主 高中看武则天哭得伤心 也觉得是皇后杀了自己的女儿 开始有了废掉皇后的想法 武则天到底有没有杀自己的女儿呢 在历史上仍然是一个谜 有一派觉得武则天杀女儿 应该是真的 因为知知同见和新唐叔 都详细描写了武则天杀女儿的事 而且后来宁得元年 武则天追封大女儿为安定公主 定四号为师 按照唐代定四号的法则 追回以前的过错叫师 这说明武则天有后悔的意思 也有人说武则天杀女 这事不可信 安定公主的事只是一场意外 可能因而刚出生 先天不足就夭折了 或者因为空气流通不好 一氧化碳中毒而死的 但不管怎么描述这件事 有一点很让人怀疑 就是关于公主夭折的记录 一开始都很简单 连发生的时间都不具体 但是后来却越来越详细 细节越来越丰富 其实不管小公主 是不是王皇后杀的 都不影响李治废的皇后 李治废后的时候 没提过王后和杀女儿的事 后来诺宾王写讨武则席 骂武则天 说她是君正母 也没提她杀女儿的事 甚至李今夜骑兵 讨伐武则天 都还没有武后杀女的说法 很可能公主的死 本来只是个意外 是后来的史书 为了评价武则天 夸大描写而已 真正让皇帝 决定废后的直接原因 其实是五谷事件 永惠六年 王皇后和他母亲 柳氏在宫里扎小人 被武则天发现 告到李治那里 李治大怒 下令以后不让柳氏进宫 并将皇后的舅舅 刘爽廷直 差一点就废掉皇后 是长孙无忌 楚孙良这些人拼命劝 才没废城 所以武则天 当上皇后最大的障碍 不在后宫 而在前朝 尤其是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来头很大 他是元老级的唐一代 资力非常深 太原骑兵就加入了 李家的创业团队 还经历了全武门之变 是唐太宗的头号工程 在朝廷里相当有卑望 而且他还是 唐高宗李治的舅舅 当初李治被李世民 立为太子 就是靠长孙无忌 权力支持的 再加上唐太宗去世以后 托估给长孙无忌 要他好好辅佐李治 所以他既有合法身份 又有权威地位 在李治刚就位那会 虽然名义上是皇帝 但实际上真正掌舵的是 长孙无忌 太平 太平个屁 长孙无忌在朝中 横行霸道 一手遮天 九哥的皇位形同虚设 哪里还是我李家的天下 国舅又不仅管朝廷的事 后宫的事也插手 武则天想当皇后 就必须长孙无忌点头 李治为了搞定舅舅 费了不少劲 永会五年年底 李治带着武则天 亲自去长孙无忌家拜访 要说皇帝去看大臣 那是横给面子了 而且还不是空手去的 李治给长孙无忌 带了很多礼物 像金银财宝 铃罗筹端 装了好几车 长孙无忌也很高兴 照单全收 并让家里人来见见皇帝 当时长孙无忌的小妾 生了几个孩子 李治不仅一个个的见了 甚至还将抱在怀里的孩子 奉了个武品的官 完全一副讨好舅舅的样子 这个时期的堂子 话是人是谁 一目了然 看长孙无忌收下的所有礼物 李治开始说正事 说王皇后没孩子 我想立武则天为皇后 舅舅你觉得怎么样啊 长孙无忌不接话 岔开话题 说皇上你看 今天天气挺好的哈 反正就是说不到一块去 这领导不接茶 皇帝只好走了 之后又是那几次 皇帝终于明白 长孙无忌根本就不同意 可李治都跟武则天吹过牛了 现在碰到主案 该怎么办呢 他只好劝武则天 说要不就退一步 立你为成妃 在所有嫔妃之上 只比皇后低级怎么样 武则天倒也没说什么 李治也觉得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没想到年轻宰相来记反对 他说嫔妃的称呼都是定好了的 哪能随便加呢 又给拒绝了 李治十分郁闷 宰相们抱团 他又没有办法 只好在一班大臣里找支持 大臣们都不知道皇帝跟国家人闹矛盾了 以为还是长孙无忌说了算 反正讨论来讨论去 就是不合李治的意 终于有个叫你一辅的人 摸到了里面的情况 加上他刚得罪的长孙无忌 于是公开给皇帝上书 坚决支持皇帝废掉王皇后 改立武则天 开始组建自己的队伍 决定给宰相们十颗到底 武则天知道这情况 也马上派人给李治夫送去一身珍珠 积极拉拢 于是一个普通的皇后费力事件 也变成了一场政治斗争 历来政治斗争都是 吴雅之最高权力来的 实力强不强大 往往就是看核心成员坚不坚定 拥护的人多不多 这场军相之战 皇帝的优势在于有名义上的最高权力 宰相的优势是长期掌握实权 但当年唐太宗向掌孙无忌脱钩 初衷是让他帮助朝廷完成权力交接 不是一直占着最高权力 而掌孙无忌似乎想一直管下去 所以对废后这件事 宰相团队与掌孙无忌带头 楚生良为代表 拼命维护王皇后 指责武则天 楚生良当着皇帝的面说 武则天是先皇的女人 怎么能立她为皇后呢 这说到要害上了 武则天的核心问题就在这 真要换皇后 你得找个身家清白的 怎么能立先皇的女人呢 这种断了备份的事有损皇是颜面了 不过我们从后人的视角看了 唐朝这种事并不稀奇 后来也没断过 比如像上官网 开始是李治的财人 后来又整了他儿子李显的妃子 还有反过来的 老子抢儿子媳妇的 所以就算反对立武则天为后 也回避不了这个问题 难道武则天当高中的妃子就很妥吗 为什么你们开始没有反对呢 是吧 而就在李治跟大臣们讨论这事的时候 武则天躲在脸子后面偷听 听到楚生良平时反对废后 他还大骂怎么不打死这家伙 武则天觉得光靠理智不行 老公一个人干不过他们 他打算积极拉拢朝廷里支持废货的人 利用一群想上位的中级官员 来帮自己做上后卫 皇帝这边呢 在乎的根本不是武则天合不合法 而是强调朝廷该谁掌权 李不上书许敬忠为了英和皇帝 在朝廷里公开散播舆论 说就算是一个农民 多打了几单骨子都会换老婆 何况皇帝换皇后呢 这关你们什么事 宅相团队就反驳 说怎么能把皇帝跟农民比呢 但皇帝觉得这个比喻很合适 意思是我一个皇帝 还没有农民有自主权 就这样两个人互相拉扯 各自找人帮忙 非王力武这个事 不再只是上乘小圈子里的议题 朝廷的中产官员也卷进来 要开始选边站 表态了 斗争的范围变大 双方越来越有政治决赚的态势 在支持皇帝的一派中 李记的态度起了很大作用 李记原本叫徐世纪 是林阎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被李渊次行李改的名 有一天李记专门找李记见面了 问他 我想立武则天外皇后 可宅相们都反对 搞得我很为难了 要不就算了 李记说 这是陛下的家事 何必问外人呢 就是说 换不换皇后是皇帝 您自己的事 何必问我呢 深层的意思是 皇帝换皇后 想换就换 不想换就不换 我是外人管不着 别人也管不着 这话表面上是说 自己没意见 其实就是支持皇帝 指责宅相们多管闲事 李记的知识 让高中有了很大的底气 于是坚决要换皇后 为什么李记的知识 能够他这么大的底气呢 因为第一啊 李记跟长孙武记一样 是立国功臣 也是唐一代 第二呢 李记也是脱古大臣之一 第三呢 李记是大将军 掌握着军队 朝廷的将军都是他的手下 他是朝廷的军方老大 那么李记的态度 就不仅是他个人的态度了 而是代表军队部门 给皇帝撑腰 这一点非常重要 朝廷风向 马上就披上了皇帝这边 有了更多大臣知识 尤其有人李记的表态 皇帝心不慌了 让大家做好准备工作 大臣们见皇帝如此坚定了 态度越来越靠向皇帝 原来呢 大家觉得皇帝年轻 都不过掌声无忌 所以都不吭声 现在看皇帝 真要跟国家也翻脸了 因为李记之识 于是纷纷出来选边站 皇帝还搞了一次民调 叫大臣们上述 要求废王立武 之后李义佛拿着这封报告 让大家签名 比大臣表态 绝大多数的朝臣都签了名 于是民调的结果 偏向皇帝 高中趁机免得出村娘的宰相职务 发配到外地 其他有的免官 有的厕职 最终掌控了朝廷 以掌声无忌为代表的官农贵族 就此推出了历史舞台 唐朝迎来的新的政治局面 那后宫这边呢 李治下诏述说 王皇后萧淑菲 魔皇下毒害人 将他们废为庶人 正式生五招 以为皇后 王皇后和萧淑菲 被关在别院的黑脑里 彻底没了希望 有一天 还念旧情的李治去看他们 王皇后从李治的瘟花里 看到一点希望 建议皇帝把别院改成回心院 希望皇帝回心转意 但很快这件事被五皇后知道了 要是让王皇后和萧淑菲翻身 那还了得 他想起了偶像女后 做人质的事 就叫人将王皇后和萧淑菲 各打了一百大百 然后砍了他们的手脚 扔到酒缸里 没过几天 两人就死了 据说临死前 萧淑菲对五则天大喊 下辈子我变成猫 让你五则天变成老鼠 我一定报仇 吓得五则天不敢在宫里养猫 不过五则天哪有这么脆弱 就因为萧淑菲几句话 就不敢养猫了 当时有个家张佐的官员 还记载了五则天养猫的事 他说五则天当皇帝以后 养了一只猫和一只鹦鹉 猫和鹦鹉本来是天敌 可是在五则天的训练下 居然在一个农子里和平相处 五则天很得意 就把训练成果展示个文文百官看 不知道是不是展示的时间太长 猫肚子太饿 竟然一口吃了鹦鹉 搞得五则天尴尬的很 不过这是五则天称帝之后的悠闲生活 刚当上皇后的他 对后宫一刻也不敢放松 除了王皇后和萧淑菲 就是杀一几百做个后宫看的 在打击潜在威胁这方面 五则天连外甥女也没放过 他外甥女是魏国夫人贺兰斯 由于跟李治走得太近了 被五则天堵死了 另外他还在宫里安排眼线 随时盯着李治的行动 虽然当上了皇后 但并不能高等无忧 因为自己的孩子还没当上太子 午后还能努力 到了656年 五则天长子李红被立为太子 五则李当太后又进了一步 为了让自己的皇后位置更稳 他想尽各种办法 迫害不是他生的孩子 像李治的长子 前太子李中被废的时候 官员们都躲得远远了 李中被调到房座当刺死之后 整天提心吊胆 担心午后害他 但仍然躲不过 公元664年李中被诬陷谋反 然后被刺死 李治的刺子李孝很早就死了 三子李上京在高中死了以后 也是被诬告谋反 自己伤了调 刺子李苏杰是萧淑菲的儿子 就更躲不过去了 五则天趁立之后 找了个谋反的女友将他勒死 甚至孙子别也被打击 李上京的七个儿子在流放中被杀 李苏杰的九个儿子和他一起被杀 到李治去世的时候 整个朝廷已经没有谁能阻止 五则天登上权力电风了 公元683年 五则天的三儿子李显继承皇位 五太后开始处理朝政 后来太后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五赵 意思是日月当空的意思 准备向最高权力迈上了最后一步